我在考之前 真的是跟菜堂似的 太好了 其实我还有一个技巧 就是前面在做RFIS的时候 就是说口语题的时候 大家同时都在做这个题 大家都在叫 就让他们先考 考完之后 他们考下一步 他们闭嘴了 我再来做 我知道 我听过 时间差 也不跟他完全打时间差 但是你后面 比如RFIS 可能就能打的时间差 就一个点 我家就在附近 就一个点 我可以去无锡 可以去收拾都可以 没关系 掉个车去 我觉得就在家门口 你没必要舍近球员 而且你不知道 他那边情况有什么样 而且这个考场 首先你熟了 因为我进去之后 其实我们一属九个人 他不是随便可以挑一辈子的 他根据你柜子钥匙上面号 一到九 我拿了个二号 就排了第二个 你不要来这种 我选角落 我还没跟他谈角落的呢 不行 然后他后面的 他这个密封的空间 他装了个排风 开下了个声音 呼啦呼啦打箱 很大 然后我上来 就第一个条件 我说你麻烦 你给我把这个关掉 我声音太大了 人家陈佩关了 当然还不错 我在考之前 真的是 怎么跟菜长似的 太吵了 实际上我还有个技巧 就是前面在做 RA和RS的时候 就是说口语题的时候 大家同时都在做这个题 大家都在叫 就让他走 让他们先考 考完之后 他们考下一部分 他们闭嘴了 我再来做 我知道 我听过 时间差 但是也 也不可能 也不可能完全打时间差 但是你后面 比如RIS 可能就能打到时间差 我是自己想的 而且我 奇怪的是吧 我做完之后 我也没有赶时间 就是有的题 都是自动教的 我第一个教的 我说怎么 他们都比我慢呢 我就说我也没着急啊 我做WFD的时候 我是慌的 为什么呢 因为老实讲的 不是留个八到十分钟吗 做前面两个 起的时候 忘了这个事 然后做到后面 那个厅里 那个题 找查 这个点 他说话 我本来说 你直接一拉过去 就行了 他不给动 必须好时间 我都慌了 我就看他的时间 一看他的时间 一看 他们时间不够 这个在亏大了 我就担心这个 最后还不错 最后给的时间 是差不多正好够了 六到八分钟 六分钟左右 六分钟左右 三道题嘛 我就搞了三道题 六分钟够了 但是还有对新考人来说 就是把这个考试的题库的节奏 就这道题结束之后 会出现哪一道题 要搞清楚 不然你会慌的 他出来一个题 你都不知道考 他还不给你介绍一下 像雅思给你介绍 这道题干什么 不是 像你们有基础的人 他是看得懂题目的 你懂吗 你想我说 我根本就没时间看你的题目 我就看题型 我就知道 你填空题 我知道 你说我第一次模拟考的时候 他跳出了个题 我说这干什么呢 这干什么我都不知道 你做一次官方模拟 可能挺有帮助 你做了吗 你做了还挺有帮助 拿了三十几分 然后我还留了个心眼 我就录评了 最后保全的时候 说文件失败了 把我气死了 但是我在B站上 找到人家做的一模一样的题 可能C卷是一模一样 大家都做的都一样 然后我有一帧一帧的去看 这道题出现之后会出现哪道题 大概时间怎么样 没道题空间怎么样 我心里就有底了 我就不慌了 要不然到考场下 你就慌了 这就是不容易 太难了 我没想到我能考考考 第一次能考这么多 我没这么想到 我本来想的可能也就三十 三十一二 所以有出来的我很挺 因为我相当于有一个兜底了 我心里内心就很开心的 你知道你这个成绩雅士对应几分吗 5.5 我看过了 对不对不到5.5 5分5分有的 就是42还是5.5吗 我41吗